我建议党中央开阻 王世坚跟高家瑜的党籍 因为他们一直用不死的言论误导社会大众 所以他们两个不开除党没有救了 现在台面上很多绿营的政治人物攻击自己党内 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挂这个党籍要干什么 不喜欢这个党就派出了 但是总统今天要出来选党主席 好 没关系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团结民进党 这些人如果你不处理 我不知道你选这个党主席要干什么 他们这些人污蔑陈思忠 污蔑郑文泰 污蔑出张场 我看的心很痛 高小姐没有认真在为党员哭 也没有认真在为党做事 我希望党部要把他和子不好就换 这些人在社会上代表的只有民进党三个字 不是他们个人 一二再再二三个去脉络话叙事 运用媒体网络的话语 述说着自己先说的话 加速语论的散播 攻在媒体的版面 就像刚刚一样 我相信现在各大媒体应该拍到 某立委被霸凌吧 被民进党的支持的霸凌的话 顺利让一般大众认为连民进党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竟然放大这种言论和深刻的印象 请问这种操作还不够成功吗 民进党全体同仁应该跟他们学习啊 怎么能够不仿效他们呢 而民进党到现在 仍然不知道这些选举专业人设 是怎样以意外的配样出来的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其实现场的各位大哥大姐 都是深爱民进党 跟我一样 很多人骂我 我听到了 谢谢 我们民进党就是一个大名大方 有不同声音的政党 也有很多的支持者 一路上给我加油 今天早上我也去市场 走了四个多小时 我是每一个每一个市场 一个一个跟大家聊天 有支持者抱着我哭说 看着大家这样没有啊 你都 都 都 都感到好 你都看着好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支持者 彼此撕裂彼此分化 民进党是靠大家的努力才有今天 所以我们很感谢大家的努力 都是为了台湾 为了民进党 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虽然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我们都会反省 检讨 请听 我在这里是最资浅的 但是我们努力的在基层去聆听更多不同的声音 替民进党争取更多的支持 大哥大姐千万不要激动 身体比较重要 你们不要再生气了 你们对我不同的意见跟你们的声音 我都听到 你们很有活力 就是要用这个活力继续支持民进党 大家好 谢谢大家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 是因为民进党愿意给年轻人机会 刚才与于在民进党没有派系 没有背景 没有资源 一路以来 很多的民众给我机会 这就是民进党的价值跟精神 麦克总统今天安全帮主席 也是为了栽培民进党的年轻人 我想我会继续努力 为民进党加油 祝福大家谢谢